Morning 一拉开百叶窗就看到这么美的天空 今天超好 刚出门又是另一片蓝天 下楼去见个身 空腹游养了30分钟 好饿呀 本来想用一下新买的筋膜枪 结果发现没充电 今天主要是奖励自己 这几天学习效率很高 减肥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肯定要打扮的美美的去海边吃龙虾卷 用慢生活犒劳一下自己 坐校车先来到医学院 再坐另一个班车到海边 谢谢你欢迎我来到Fell's Point 终于到了 一下车就闻到了海的咸香 我真的太爱这里了 从实验室出来的时间早的话 我就会毫无犹豫来这里小桌 已经探了好几家店了 好几家店 光是让我在这种阳长小道上 边走边看两边的小店 我就已经很幸福了 好几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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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吹海风醒酒的时候 我瞄到了右边的酒吧 然后又进去喝了一杯 结果就导致下午的火车坐过站了 一路向北到了牛马克机场 来到下一站Ceremony Coffee Roasters 我真的好爱在咖啡厅里学习 救命啊 这家咖啡店里面竟然有酒 这不是勾引我的吗 好在我忍住了 就只点了一杯冷脆咖啡 开启今日的学习 午后的阳光好美 在我这个角度看太惬意了 同样令人惊艳的是夕阳 在海边驻足了很久欣赏晚霞 心旷神移 最后一站是逛街 前不久发现我最喜欢的AMF 在这里有店就立马过来看了 因为臭美太久就没来得及买 直接冲出示意间来等小车 反正我已经把这儿当第二个家了 夏特再来买也不急 优优独播剧组 我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戀 第二件事是喝酒 你看这么小一杯应该也不会长胖 而且我总不能让它一直在冰箱里面待着吧 就让我用一杯酒奖励自己今天抵挡住了两波酒的诱惑 落地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 家里也是亮晶晶的小灯 蜡烛的浓香配上红酒 这一天在浪漫和幸福中结束 Good night